左传里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齐国有个大大的花花公子 叫齐庄公 齐国有个大大的美女 叫唐江 有一天 齐庄公看到美得不可方物的唐江 辗转反侧 夜不能寐 终和他暗通款取 可这件事被唐江的老公崔柱察觉 那天 他趁齐庄公与唐江优惠时 安排武士们将其乱刀砍死 崔柱是个猛人 也是齐国重臣 他对前来记载的史官说 你就写齐庄公德 瘧疾死了 史官并不听从 在竹简上写下五月一害 崔柱是齐军光 崔柱很生气 拔剑杀掉史官 史官死了 按照当时惯例 由齐帝继承职位 崔柱对新史官说 你写齐庄公德 瘧疾死了 新史官也不听从 在竹简上写 崔柱是齐军光 崔柱又拔剑杀了新史官 然后更小的弟弟 写下同样的话 同样被杀 最后是最小的弟弟 崔柱直视着他 问难道你不爱惜自己的生命 年轻的史官 继续写下下五月一害 崔柱是齐军光 崔柱愤怒地 把竹简扔到地上 过了很久 叹了口气 放掉史官 有人问我 为什么要写作 我告诉了他这个故事 而我恰恰要强调的是 这故事让我一开始很拒绝写作 他表明 写作纯属一件找死的事 像我这么庸俗的人 当然不会干一件吃力还找死的事 加之家族里从文者悲凉的命运 文学出身的 我就曾花了很长一段时间 去玩一种毫无风险的游戏 并暗自庆幸 可渐渐地 我发现另一种风险 规则明明规定 一场比赛 有两支球队进行 实际上却不是这样的 一名球星告诉我 那天我上场一看 快哭了 因为有队友把球往自己加门踢 场上就是三支队了 可是踢着踢着 我又笑了 因为对方也有人把球往自家门踢 就是四支了 直到散场时我终于确定 其实总共有五支队 因为还有裁判 我在这样一种情形下 间接意识到 一个叫尊严的东西是存在的 哪怕游戏也要有尊严 我不能无视两支 变成了五支 更不能接受自己的工作 就是长期把五支证明成两支 并证明的文采飞扬的样子 这个不断修改大脑数据库的过程 让我痛苦不堪 越发失去智力的尊严 我从文学躲到游戏 在一间没有尊严的大屋子里 任何角落都猥琐 又去看开始的故事 才注意到他还有个结尾 那个史官保住姓名 捡起竹捡走了出来 遇上一位男史士 就是南方记载历史的人 史官惊讶地问 你怎么来了 南史士说 我听说你兄弟几个都被杀死 担心被窜石 所以拿着竹捡赶来记录了 我觉得这个结尾更震撼 前面的史官 因坚持自己的工作而死 南史士则是主动找死 这叫前赴后继 有种命运永远属于你 躲无可躲 不如捧着竹捡赢上去 直到2008年 压在残缘断壁下的 体温上存还冻着的小手 花花绿绿的衣袖 我终于明白 我确实该回去了 这就是我的来历 当然 我仍是一个庸俗不堪的人 骨子里畏惧着竭裂的东西 我做不出南史士手 捧竹简 沿着青石板路 直营上去 那犹如彩虹挂天穷的壮丽景象 只是低头琢磨 寻常项目一些故事 小小的常识 这些故事和常识 全世界人民都知道 只不过 我们曾经丢失 或假装丢失了 我一直尝试 给这些事和常识 找出统一的特征 后来才明白 这其实是尊严 在我看来 尊严首先是智力上的尊严 很长一段时间了 这个民族 失去智力上的尊严 赵高说 这是一匹马 人们点头说 是啊 好快的一匹马 赶紧去修改脑子里的数据库 哦 马是长脚的 后来又有人说 要大炼钢铁 于是 家家杂烂家里的锅碗瓢盆 村村建起炼钢的高炉 大家假装看不见 炼出来一坨坨的东西 一捏就是一个坑 其实 那一坨坨的东西 和那一匹马一样 是不存在于物质世界的 只是大脑被强行修改后 产生的木马 但这并不影响 我们的钢铁量 超过了整个欧洲 农作物产量 是全世界的四十倍 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 等着我们去营救 那件事情有个结尾 人们并没有炼出钢 倒是鸡肠鹿鹿回家后 发现不仅没食物 连做饭的锅都砸烂了 这个景观壮烈 与幽默并存 全民都在干一件愚蠢的事 并互相说服 这是事实 让饥饿的农民相信 无产两万斤 让产业工人相信 柴杆练出的刚能造坦克 让医生相信 是红宝叔 治愈了龙眼儿的疾病 这样让智力蒙羞的事情 延伸到唱红歌 能治愈不孕不育 有个叫阿贵的丈夫 为了感恩 甚至让妻子李彩霞 拖延两天再生 以让自己的孩子 跟恩主的生日 同一天降生 比起思维的结果 思维本身就是一种尊严 只是总有人放弃了这过程 放弃去想 为什么世界上最快的动车 可以被一记闪电穿 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们的孝舍 倒塌之后 竟没发现什么钢筋 所以说尊严也是一种记忆 我曾看过一部韩国爱情片 名字好像叫 《脑中的橡皮擦》 那个女孩子患了失忆症 时时想不起自己是谁 干过什么 喜欢那女孩的男孩子 就随时照顾她 跟她骑单车 给她做浪漫的事情 这爱情片美好的一塌糊涂 因为既然失忆 个人的缺点和糟糕的回忆 也随时抹去 一切既是天使 一个人患了失忆症并非坏事 可这要是发生在一个民族身上 就不太妙 一个人的故事是文艺片 一群人的故事是纪录片 把纪录片拍成文艺片 正是灾难的根源 多少年来 我们的脑中一直有块橡皮擦 比如开头那个叫催住的人 就很想做一块橡皮擦 后来还有个叫嬴政的人 很想做一块橡皮擦 再后来还有个叫袁章的 很想做橡皮擦 有一天我曾去到南方一座高架桥下 那座桥下死过很多无辜的人 可是我并没看见纪念碑 连根杆子都没立起来 那个曾经绽开过莲花的池塘 竟被坚固的水泥填平 倘若走过 他根本不会提醒曾经发生的事 后来我们就知道 北方的一座高架桥测滑了 死了几个人 他们都叫临时宫 这里的临时宫是一块万能的橡皮擦 有段时间我狂妄地认为 自己的写作是为了追求公平 后来才懂得 渺小角色的我写不出社会的公平 我顶多叙述点个人的情感尊严 且这种体验 大多时候也只不过是喜剧片段 我小时候住过的成都打金街 267号 一处清秀的宅子 镂空的花厅 摆着龙须菊和吊栏 透过木制窗帘可看到大慈寺的香火 滴水盐打出的一排排整齐的浅洞 表明这个家族来历已久 听老人说 这家族的人们和睦相处 每天到堂屋去拜天地君亲师 偶有生活争分 可从未红过脸 这家族有国民党也有共产党 抗战那会儿院子里两党精诚合作 与这个国家一起打跑了日本人 可上世纪50年代 这个宅子一夜之间就爆发了最大的战争 其一是 一些人喜欢在院子里种花 是资产阶级 另一些人主张在院子收集废铜烂铁 代表革命人民 这场战争持续很久 每次战斗的起因也很奇怪 直到上世纪70年代我一省事 还记得西乡房的三伯脖子上挂着很大的牌子 被打得满脸是血 只因他在院子异于种了一些爱吃的香葱 三伯名叫永青 解放前曾短暂担任过成都针基队队长 他种香葱的举动 使他成为这世院里的头号资产阶级敌人 他的儿子为表明划清界线亲自主持了批斗会 而另外一些亲友则高呼口号 那天一个特别革命的亲戚高呼打倒永青 保护江青时 由于尾部实在太押韵 喊成了打倒江青 保卫永青 家族的人们安静下来 仔细听 为胜他一个人物资在寒 觉得不对时 晚了 人们缓缓走过去 此时他已是头号敌人 不一会儿就被打得满头是包 活想菠萝 我记得 整个院子无人信念 人们轮流成为头号敌人 甚至伟大领袖追到会那天 有个孩子看着大人痛哭的模样 很是有趣 笑了 也差点被当成头号敌人 站在高板凳上 向已先去的领袖 承认了很久错误 才被放过 这个来自江西的家族 抗日战争没有拆散他 竟在后来那场莫名其妙的战争中 反目成仇 等我长大才知道 那时连元帅的女儿也公开声明 与父亲划清界限 一个郭姓文豪 听说儿子被迫害时 进步出手搭救 眼睁睁看其妖趣 所谓大义灭亲 是很恶毒的成语 四个字就减灭三千年的亲情尊严 却把其他当至亲 我常听到两种好玩的说法 一 政府是爹妈 即使做错什么 也是为了我们好 二别总怪政府 对成绩不好的孩子 要是取得一点进步 也该表扬 你看 一会儿把政府当爹妈 一会儿把政府当成孩子 可就是不把政府当成政府 还有一些人为官员家夜班 吃了碗方便面就感动 为城管 这次没打小贩 而只是瞪着而感动 为官车某次没横冲直闯而感动 这个国家有个物种就叫感动 我觉得这些事情既不合逻辑 也很没尊严 因为纳税人与政府 就像消费者与自动售货机 有天然契约关系 你有见过 为了塞了五元钱 就吐出一罐饮料就感动 有天然契约关系